花余世纪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神宝贵的儿女们 你们好 大家都准备好聆听今天的信息吗 哈利路亚 今天是六月六日星期二 而克里斯欧亚克罗姆牧师 想与大家分享的信息题为 我们神圣的本性 我们的开篇经文是来自于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但你们是一个被拣选的世代 是一个有君臣的祭司职分 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是一群特殊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叫你们出黑暗 进入他奇妙光中者的美德 荣耀归于神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当你说自己是神的孩子时 有些人会很容易就认同你这种说法 但是当你说自己是神圣的 他们会停下来 并且警告你不要太偏激 但是如果不同意神的孩子是神圣的 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作为神的孩子 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的修辞 相反这意味着 你是神的同仁 你是男神或女神 圣经说 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 使我们即脱离世上从情欲来得败坏 就接这些应许得以神的性情有份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 如果你仔细观察时态 你会意识到 这并不是一个应许 神已经成就了 他使我们以神圣本性有份 真正的希腊语翻译是神类的同仁 就像你说的人类一样 那么你到底是谁呢 如果你重生了 你就被带入了神类 神圣的众神中 你拥有神圣的生命 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 新国际一本执义中说 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信神儿子之名的人 好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神想让你知道你有永生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当你的父母生下你时 你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生命 已经被永恒的生命所取代 你现在拥有神圣的生命 他驱散并消除了所有的病痛 疾病和苦难 这就是使我们在生命中 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这个生命驱散了黑暗 贫穷 失败和死亡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宣告吧 我是神类的同仁 以神性有着必不可少的 不可分割的合一和联合 我胜过了沙丹 凝架于黑暗的实力之上 因为我已经被带入神类 神圣的诸神中 神性在我里面运作 荣耀归于神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信息 我们鼓励您在学习期间 参考并默想这些经文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 AMPC版 约翰医书第五章 十一至十三节 AMPC版 约翰医书第四章第十七节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灵修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 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 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